哈哈哈哈 接下来请收看谷体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上次我们八正道讲到正念 正念之后我们再把九柱心如何的升起 也把它做一次说明 那我们在这个法的修行上面 如果你以布施 慈戒 忍辱来修的话 很精进的修 你不修禅定来观空的话 会变成一个法质 所以佛陀在《般若经》里面 他就这样跟我们讲 前面四度是禅定的资粮 禅定修行要靠般若来做观察 所以这个禅定 我们让自己的心能够好好的细念一处 玻璃带动着布施 慈戒 忍辱 然后精进的修行 那我们的禅定 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可以修行 那禅定能够好好修行 要靠般若来在前面引导 我们的生与异业 所以在这个八正道里面这个正念 它就是我们禅定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贯穿 一个流程 那这个方面从九柱心的升起 我们可以知道正念的行程 它必须要靠正见跟正思维 这两个来成就 那正定呢 这是最后一个正定 就是我们在正念之后 九柱心成就之后 我们要如理如佛法的思维 这时候应该是决定不怀疑了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端身正坐 在那边做观察思维 所以你这个九柱心最后面的一个等柱心 我们是不再做什么立立作意 有间接作意 这种种种的功用来运转 这个作意能力就没有那么的强 这个作意能力就是 它是一个等柱的 一个窜息的 那这个在心事的功能上面 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这个正定呢 它在佛法里面 它也可以称为叫做三昧 但是两个有点差别 三昧就是说我们心不散乱的状态 大概都可以称为三昧 那正定它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从八正到这样一路下来到最后的这个正定 它能够精进的修行 所以这个三昧跟正定 我们以后分开再说 那正定这个修行过程呢 佛陀它是最有经历的 它从以前出家 就是出家剃除虚义法之后 跟它学的老师 一个就是要修无想定的 一个是要修非想非想处定的 那之前呢 它有看过三个在御界天的 一个要做天王 一个要做人王 一个要做犯王 也就是说大家所做的 它看得出来 通通还是在御界受果报 它知道一个要修行成就是 不受这些果报了 所以在受这些果报之前 它知道这些不是正定 所以它通通放弃 它通通不学 那佛陀他最后到河边去的时候 要坐下来 按照这个破身事里面有记载 他到菠璃树下 然后夫作儿作 他看到草在右旋 他发觉到 我今天看到这个像 他知道它会成正觉 然后他就专心齐定 在这里誓言 我今于此不得尽此诸肉者 不起于做 他说他只要对于这些有肉的 这些法 他没有把它断尽掉 没有把它给熄灭掉的话 那他就不起来这个做 而且他坐在那边专精的思维 那这个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上一次所说的 这个肉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 我们知道苦极灭到 这是有肉的 知道这是肉的原因 这是知道肉的熄灭 这是知道如何去熄灭这个肉的一个道路 也就是八正道 所以在这个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在这边好好的修行 那魔王呢他有两种床 一种叫洗床 一种叫幽床 这个幽床在动 那魔王在想 为什么我这个幽床会动 是不是有人要损害我的魔功 所以他就去观察 他看到菩萨他坐在金刚座上面 他想我要趁这个静芳王的儿子 刚座金刚座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我要先障碍他 所以他就赶快派了一个小魔 小魔子魔孙去 化作一个死者 这是他们那个王公的死者 跑到菩萨前说 跟菩萨说 太子太子你怎么还坐在这里 在截比罗城的时候 提婆达都已经控制了 他造反了 工人工女皆被人侮辱了 释迦祖人通通被杀光了 这时候菩萨听到了 他身体有非常不欢喜的 他动心了 起了一种爱欲寻跟杀害寻跟毁损寻 就是寻师的意思 对于耶稣陀罗跟巧比加米加哲 就是耶稣陀罗跟那个宝女 他生起这种爱欲寻 他很疼惜他们两个竟然被侮辱了 对于提婆达多他很生气 他的堂弟竟然造反 然后把这个释迦祖杀光了 对于跟随的提婆达多 来杀光释迦祖的这些士兵 他生起了非常恼恨的报复心 他起了这三种寻师 就是说爱欲寻 对他所爱的人被误了 杀害群 对于加害他种族的人 他也想要把他杀掉 然后对于参加毁坏他们西家族那些人 他也要把他毁灭掉要报复 然后他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他察觉 为什么我在这里 好好的打坐 好好的观修 会生起这三种不善的思维 然后他就好好的观察 观察到是魔王来跟他老乱 要让他散乱 所以他就生起了出离群 不杀害群 跟不回损群来对峙 那这对峙了他的心就静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刚久住心有在讲 当你心散乱的时候 会有内住安住 然后会有散乱 后来的他又会有贪嗔痴 男女色身相会处 这些象来捞乱我们 这些都是魔王 这时候魔王因为他心熄灭了 就派出了这三个女儿很漂亮 一个叫做贪 一个叫做玉 一个叫艾卓 穿得非常漂亮 打扮得很庄严 到菩萨的地方去 在他坐前 窄歌甲舞的献出残曲 要捞乱他 菩萨看了 就把这三个魔女 年轻的魔女 漂亮的魔女 变成了三个老母 老女人 他们三个一斤 赶快跑回家去了 跑回完工去了 那魔王看到了 这个人要怎么样来捞乱他 我要怎么样让他 在障碍当中没办法修行 所以就派他的魔兵魔将 种种的弓箭武器 要去捞乱他 那菩萨看了就说 我们人这个友情 在世间只要是斗争的话 就是在作伴 你不跟这个人斗的话 你就不会跟他作伴 这个人跟你斗 你不跟他斗也不会作伴 这个人跟你斗 你跟他斗你就跟他作伴 作伴的意思是什么 作伴的意思是共业 所以说菩萨这样想 凡有斗争接求伴侣 就是说你想要跟人家有个伴 所以会找人家斗 不管是好好的在一起 或是不好的在一起 这都是找伴 所以我今以此欲见王真 岂不觅伴 所以我跟这个欲见魔王在争论 在那边吵 在那边战斗 跟他作伴没什么好处 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除掉这个障碍 就是不要让他来捞乱我 我不想跟他斗争 菩萨就入大慈三魔地 那这些魔兵魔将他们都变成 他们的兵刃通通变成了杂色的灵花 四色的灵花掉在菩萨的前后 这时候这个魔王 他就让空中下人的粪土尘土要来攻打菩萨 那菩萨因为入大慈悲三魔 这些尘土变成成潭 珠花 然后在菩萨旁边庄严 他又放了毒蜂出来 想要来遮太子 遮这个菩萨 那进击一天的菩萨就赶快来帮忙 化作叶子或是有屋顶来挡这些毒蜂 而这进击一天那些菩萨通通是出国以上 到嗜果阿罗汉的圣人 他们通通住在那里 你看菩萨要被捞乱了 就来帮忙 那佛陀就是四尊他在日落前 他发觉到自己身体这一些 那不善寻 就是要杀害他们 对于这个亲爱的人有爱欲寻 对于伤害的人有这种杀害寻 对于帮助他杀害四种家族的人 他起了回损形 他想在这个世尊他在这些不善的思维当中 他发觉到这些不舍寄掉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进入嗜禅 没办法进入嗜禅 没办法进入嗜禅 他就没办法好好的修禅定 因为四尊是舍念清净 完全没有念头 所以这些不善的寻思念头 跟善的寻思念头 他后来都舍掉 那这些状况呢 所谓的魔王 所谓的魔兵 魔女 这些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的贪嗔痴的习性 那这些习性出来的 在破身世的记载里面 菩萨他想说我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修行 那这些魔王他们到底是谁跟我 谁对我起恶心 那我又知道谁对我有恶心 有恶念 所以他就想他要修宿命通 他想要修宿命通的用意在哪里 他能够看见生命轮回不断的原因 他希望能够知道这些 为什么这些魔王 魔死魔孙会来找他麻烦 他想知道以前有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说宿命通 然后就让他修 结果后来他知道了 如实了之 那知道了他想 那这些魔军 魔兵 魔将这些 以前的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谁跟谁是亲 谁跟谁是怨 他就想他又要来修 结果他了悟了善恶因果 也就是我们过去的生命的 纷绘的原因跟善恶因果 就说从他所修宿命通这里来去得到 而且了解得很清楚 那这个后来他又修天脸通 就跟这些魔君 魔孙他们 他们到底谁会堕恶去 谁会堕善去 要怎么知道 所以他就去修天脸通来观看 让他观看知道 后来谁能够做什么事 生恶道 做什么事 生善道 天脸通也修整了 后来他想说这些生命的流程 因缘善恶以及果报 他身心的实相是怎样的情形 所以他就继续地深入 他正得肉敬通 这个肉敬通就是玉肉 有肉跟无名肉 这些心都得到解脱了 所以后来他得到肉敬通 那就能够专心地在绝分法中而住 就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 从八正道开始慢慢修 而且正式起修 没有受到干扰 去观察 观察十二因缘跟四圣地 佛陀他在想某这段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发觉到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生命的流转 他没有止尽 这个因缘果报 他丝毫不爽 善业 恶业 善报 恶报 谁都走不掉 只要有做就有 是这样的情形 佛陀他就从他修的这些神通 他就跟我们讲 这些事情任何人都逃不掉 只要你有去造业 然后他在想 人都会死 死了会投胎 他在《杂阿韩经》里面就有提到一段 说 我亦宿命未成正觉时 独一尽主 专精禅师做事念 合法有 故劳时有 合法缘 故劳时有 他说他以前他还没有成正觉的时候 在专精禅师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法会产生有 所以会有老死 到底是什么缘会有这个老死 然后他就好好的思维 思维出这个生如时无见等 就是以前我们讲过了 有为法的知见跟念念相续 就是如时无见这两个问题 从这两个问题跑出来 他就好好想 有为就是从我们知见出来 那我们知见就前面说的不正见 那这个不正见它相续不断 就是无见 所以生会有 生会有就有这个老死 老死会有就有趣 会有爱 会有受 会有处 会有六路 会有明色 所以一般我们所有因缘在念就是很顺的 叫做无明 言行 行言似 事言明色 明色言六路 六路言处 处言受 受缘爱 爱言取 取言有 有有 老死 幽悲苦恼 很顺的这样念过来 佛陀现在是反的想 老死是最后的果 幽悲苦恼这是最后的果 它从什么地方来 它就反回去想 因为有 有老死 因为取才会有有 因为爱才会有取 因为受才会有爱 处才会有受 有六路才会有处 六路就是我们六根 有明色就是我们的受想行事 它才会有这六路 那什么才会有呢 它想想 因为如实无见等生 刚刚是生如实无见等 是什么样的情形 会生出这样子的有违跟相续 现在说如实无见等生 就是说这个有违跟相续生起来是 因为是 我们的意思的是 就是阿赖耶士这个是 因为是有 所以才会有这个明色 明色有 是违缘才会有这个明色 所以它的思维说 思维到这个是的时候 再过去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老死 是因为生而有的 生因为有而有 有因为取而有 取因为爱而有 爱因为受而有 受因为处而有 处因为六路而有 六路因为明色而有 这样子 那明色因为什么 是而有 那再下去了 没了 他观察到这里 他在思维说 难道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他就在想 什么是 圆这个是 和谁圆这个是 所以会有明色 圆明色会有六路 圆六路会有处 圆处会有受 圆处会有爱 圆爱会有取 圆取会有有 圆有会有生 圆生会有老病死 他在思维 是什么让四起来的 所以变成 四圆明色 四明色六路 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又顺着来了 但是四是第一个 四之前还有吗 他就在想这个问题 他想说 要怎么样让老死不见了 就是说不要有老死 什么样的法 什么样的圆 会让老死不生起来 他就好好的思维 他思维到 只要没有生 没有生这个法 他就没有老死 生灭所以老死灭 老死灭之后 又回来了 生灭 没有了 生灭了 有灭了 取也灭 爱也灭 受也灭 处也灭 又入处 又入处也灭 名色也灭 私也灭 四在动了这个行 跑出一个行来的 这个行是哪边来的 他就又在思维 什么法会让行没有 什么法灭 行会灭 然后他思维 结果他思维 一个就是无明 不清楚 不觉 不知 四在那边不会动 但为什么他会动 是因为无明 所以他想到无明无 故行无 无明灭 故行灭 他就要反回来再思维 情灭故四灭 四灭故名色灭 名色灭故六路处灭 六路处灭故处灭 处灭故受灭 受灭故爱灭 爱灭故取灭 取灭故有灭 有灭故生灭 生灭故老病死 悠悲苦老灭 如是如是 存他苦惧灭 他观了两三次 发觉到 这个无明是驱动四的一个力量 因为无明他会动 他动的话 他是动谁 他用什么动 用行动 就是说我们心会让他牵着动 所以这个行 他是带着我们心到处走的 谁让这个行出来了 就是无明 所以他这个十二一年 正负的正思维 反思维 思维让他了解到原来重真就是 因为无明 所以这个世会动 以前在阿安心里面说讲的都是讲到第六四 那无明是什么就没在讲了 所以这个无明他就代表说我们众生 他不知道了为什么会动不晓得 所以他说 从十二一年这样观察 正观察 反观察 观察 观察到最后发觉到无明这个问题 他很高兴 就是说 可如是 得古先人道 古先人静 古先人积 古先人去处 我得随去 为八正道 正见正智 正与正业 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 他就观察这个因缘之后发觉到这个八正道 这个八正道是应该要做的 他从这里才去发现到八正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法修行的时候 正见的经理非常的重要 你看佛陀他到最后他为了追求这个正定 他跟外道学习 无想境非非想出境 他不要 他看到外道在修这个欲界定 要做人王 要做天王 要做万王 他也不要 他知道这些不是正 古是那个可以寂静的法 他是不清静的 这源自于佛陀有这个正见的存在 他这个正见就是他知道他要 除掉这些苦疾灭到种种的猪肉 所以他说我从彼道 见老病死 老病死疾 老病死灭 老病死灭到疾 他从八正道里面去观察到 生老病死怎么样的熄灭 怎么样的靠什么样的修行观察 让他熄灭的 他说我于此法自知自觉 成等正觉 他说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得正 他知道他在这里 顺利的观察十二因年 由此成佛 那十二因年在观察 就是在观这个四圣地 所以我们对这个修行的方法 佛经很多在讲 佛经在讲很多 我们修要懂得把握 佛经在讲的 几乎不如四圣地十二因年 这些基础 佛在教法上跟我们讲 这种种基础 讲到后面的 波磊心经这方面的空三面 都是源于这里来的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你要是照见五音皆空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会像前面所说那歪道一样 他对因缘果报不究竟 不究竟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成就 那你在这一方面 你就只能自己 给自己说我到这里 像那个范王一样 我这里是涅槃境界 你来到这边可以随我去 那个马明天子一听下道 那这个涅槃境界我用走了 就可以走到他的尽头 那多好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就在于 我们对于这个因缘果报 不达究竟 不通达 然后我们会自以为是 那这个就回到前面 我们文法一定要从他听闻 这个很重要 从谁听闻 从圆满正局的释迦摩尼佛 从圆满正局听闻 他的教法 他的弟子在修行 从这边比较可靠 那我们就不会花很多时间 精力再去寻找 因为我们没有人有这种机会 再像佛一样 他是太子出身的 他学了很多的知识 技能 他看了很多事情 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他这种条件 所以我们在佛这样跟我们讲 我们就照他这样来修 佛陀在这一段的修行过程当中 他有几个我们要注意 就是他的禅修目标 他一直定在自求无上正等正觉 他没有说我禅修我要放松一下 我要身心舒放一下 或是我要修到什么定 或是我要修到什么样的情形 他不这么想 他就是要修到无上正等正觉 他这个禅修他才要 也就是说这个方向他才要修 你像外道的欲戒天欲戒定他不修 色戒的无色戒的他也不修 为什么不修呢 这些都是果报 这不是在修 我们以前有讲过 六道人为众生通通是果报 只有人思考能力强 精进能力强 耐苦能力强 在这当中可以造业 造善业 造恶业 其他的众生无道 几乎不可能造善业 都是在造恶业 为什么讲在造恶业 他享受他的果报欲望 所以在造恶业 所以在至尊他残修的目标 定在自求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要跟他学的 他跟欲戒天人和仙人 一个要来人世做人王的 转成圣王的 一个要在犯王那边的 一个要在第六天做魔王的 这些人他也跟他学过了 那不想定 非想非想出生意 他也跟他学过了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并没有靠他们 没有说 这个怎么修你教我 你没有 他展现说 这个他有信心他修得到 我也修得到 他很有自信的 你可以修到 我也可以修到 那这样比过来就是 佛陀跟我们讲的 眾生都有佛性 只是因为无名妄想正助 所以不能得正 他跟我们讲的就是 信心很重要 那我们信三宝 信法 还有自信 自信 自你能跟像佛弟子一样好好学 你这个信心很重要 佛陀展现出来 所以修行你的信心一定很重要 不能够没有信心 那这个信心从哪边来 从善知识那边来 那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你只要遇到合理的善知识 你修行就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就不会停在那边不动 那这是这两个 那这是这两个 第一个他的目标定在无上正等正觉 第一个他修行过程当中信心的展现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佛陀在修正定的时候 他有去做种种的苦行 控制呼吸 断食 或是吃那个 慧物 吃大便 乃是他一麻一脉 这样的过日子 他后来体验到 他在完工的时候 他身体好好的很健康 他在静静的草皮那边打坐 他都可以修到成定 为什么他在这里全心的投入 修不到成定 心里都没办法安享到成定 都修不到 他体悟到 他让自己身体非常的溃滑很累 他心根本禁不下来 所以他后来体验到 要在身心舒适的状态之下 然后从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样把念舍到清静 这样子为止 那在身心很舒适的状态之下 那你这个镇定就能够得到 因为你是正见 但是你身体要跟着调 你不能把身体调到一个 修苦行修到苦哈哈的 然后没什么体力的 然后身体不太舒服的状态之下 要得到镇定不太可能 佛陀他这个第三个 让我们知道说苦行 他不能得到镇定 但是不修苦行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精进 精进的方向不在苦行 精进的方向在我们的信心 跟目标的精进 在这方面 但是这身体不能够干扰 所以他以身心安态 就是让身体不要去干扰到 我们的心理状态 所以摄地佛有在提到 正见的一个条件之一 就是食 要吃何一食 吃适量食 不要吃得太过分的 这样子才行 让自己能够好好的 睡眠也是一样 睡足够 睡够就好 不要睡太多 所以佛陀他在这里 另外一个让我们知道 苦行不见得有用 但是不修苦行的不是叫不精进 精进不是叫修苦行 如果说你要克服五概的话 你的睡眠 这些你一定要靠精进 这个不精进就不行 但是苦行可能没办法 因为身体会受不了 那再来就是第四个就是 世尊他在这个世禅得到镇定之后 他再去观察四圣地 十二因缘 然后得到通跟智慧显化出来 那时候就是镇定的功用出来 所以八真道 到最后从这里发挥功能 原因在这里 古先人到这样修 他现在这样修 他讲以后的人也会这样修 因为要成佛 所以必须这么修 所以他以身作折 跟我们后面人的讲出 你要怎么修禅定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修 能够让自己可以不受厚有 就是不要再受到六道的果报 不是说我到天上去 是很好的事情 除非你到禁居天 禁居天就是出果圣人 他七反天上人间 他住在那里叫禁居天 那二果三果 他一反的他也会到那边去 至于赤果的圣人 不是在人间修行 生到那边去 赤果圣人是不生 那边的赤果圣人是住在那边的出二三果的圣人 在那边赤到赤果 所以就住在那里 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天上人间这些种种的果报 不要把它当成是很好的 因为最长的非想非非想祝天 就是五百节 最长的寿命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当中他都在享受禅定的欲乐当中 没有智慧也没办法造善业 所以人间会比较好 原因在这里 人道能够修行成就原因在这里 那我们种种的这种观法 不管你是四念处 三十七道品这些 四念处或是其他的观呼吸 或是慈悲观 或是念佛观 或是不敬观 白骨观 种种的这些观法 佛陀说我们通通要学 要以一切种来知一切法 原因在这里 那一切法指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五蕴 我们的色受想行事 来观这个 所以佛陀他刚刚在观十二蕴点的时候 他就以色法经观 什么事情会让色有 原来是明色 所以在色法这一部分 我们以他来当作一切法 也就是说五蕴 五蕴代表什么 我们生跟心 我们的四大地 水 火 风 合合聚在一起的 这个叫色法 这个色法他会动 透过这个五蕴会动 产生的一些行为 叫做受想行事 这四个叫做明色 因为他不是实质的色法 但是他也算色法 所以他名字叫色法 叫明色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蕴里面 我们就分享一个叫做色法 一个叫做明色 那这两个 明色属于精神作用 也就是事的作用 事在行 那色法就是我们四大 那我们观身不尽 就是观我们的色法 受观受 事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就是在观明色 所以这个我们要以一切法 来知一切法 就是说 我们要以种种的观门 来去观种种的法 那种种的法 就是从色受想行事 这五个法里面去掩盖来 包括十二处十八戒 乃至到分为有违法 五位法 或是为事里面的五位白法 心所法 心相应法 心不相应行法 种种这些法 要观这些法 观这些法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身心上面 能够了解到 我可以怎么做 我有这种剥雷的力量 我可以做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设法 就是说一切法 没有把它关得很清楚的话 那我们不会去 以我们的信心 来去做这个观察 那大蜘蛛人里面 也有一个故事 他跟我们讲 我们信心 怎么样来造这个法 那佛陀呢 他有一时 他去祈食 那有一个婆罗门 叫婆罗多士 那这个佛陀呢 他就常常到他家去祈食 幾乎天天去祈食 那这个人就讲 这个沙门怎么天天来 我又没有欠他 好像我欠他一样 天天来跟我画眼吃饭 那佛陀就说 十以树树朔 十以树树朔 五谷树树成 树树修福业 树树受果报 树树受生法 故受树树死 圣法树树成 谁树树生死 这个婆罗门听到 老师这个是圣人 他知道我的心 就很常规的 拿了波去 里面装了很好的饭给佛 佛罗说 我不受 我为你说了这个祭子之后 你才供养我这个食物 所以我不吃 那婆罗门就说 那这个食物要给谁呢 佛罗说 我不见天即人能消失死者 如此去 至少草地求无虫水中 你去找那个草比较少的地方 或是没有虫的水中 那这个人就按照佛罗的教法 把这个一波的那种饭食 倒在没有虫的水中去 这水就滚起来了 烟火俱出 那婆罗门看着 哎哟 不得了了 乃是这个饭里面也有这种神意 他看到佛这样的神通 跟他忏悔 然后祈求出家受戒 佛陀就好 允许他受戒 善来比丘虚法制作 变成沙满 然后他由此跟着佛修行 渐渐断捷 则得阿罗汉道 那这是一个婆罗门 他受到佛陀的教化 很快就得到阿罗汉道 那至于这个祭字 始与数数堕 五谷数数成 数数修福业 数数受果报 他就会讲说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好好的修 好好的布施 好好的做这些善事 我们的收成会像五谷一样 按季节 按时令 按什么时候 时令到就收成了 我们常常在修这些福业 我们常常会受这些果报 佛陀讲这叫果报 也就是我们天人果报 就是修福业有福报 那数数受生法 故受数数死 这是轮回的生死法 常常在做这一些 你当然要常常在这这样受果报 那这叫轮回 那后面那句话 圣法数数成 谁数数生死 我们要是像佛陀所说的 古先人道来修霸正道的话 按照这个圣道走 来出离这个三界 不受这个三界 不受这个六道的果报 哪会有人回 哪会再生生死死的去受报 佛陀就跟我们讲这个记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要跟佛罗学 要自求无上正等正觉 要对三宝有信心 对这个四不外信要成就 我们要好好的 来这方面来精进 而且要知道 只修福业的话 是会受果报没有错 但是这个受果报这种受生 谁要去 当然是你去 不管是善业善报 恶业恶报 就是你要去受 那你要是守圣道这一条路的话 圣法数数成 你要好好的修 你这个生死就不再轮回 因为你不再六道里面受果报 所以我们从这个佛他的生死流程 他跟我们讲这些教化 他重点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受生 不要再受死 至于菩萨法 这是在后面的 在菩萨蜜多里面在讲 在当时那个环境背景 佛陀对他们讲不要受生死 甚至跟他们讲做善事可以升天 让他们有信心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法这个道德 让他们去做善事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世间的善事 恶事通通是烦恼 在善道里面 这些通通是烦恼 一个是比较轻的烦恼 善法他比较不轻損别人 他会利益别人 利益别人意思是说不让自己烦恼 恶法是会轻損别人 也会轻損自己 这都是烦恼法 佛陀跟我们讲这些善法 恶法总统的烦恼 我们要舍弃掉 要来修善道 那就不会再受这些生死了 那这次巴陈道到这里 跟他讲完做一个结束 那下次我们再继续 把波雷波罗蜜多的功德继续再说 祝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who Ach太太 有些人听起来 你能承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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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我能承伤 你能承伤 你之前不想把这种荣蔗子也收我了 所以 这种荣蔗子也是不可能 所以已经够了 以往让我像一下 就够了 而被吸煦了 然后让我像中在一起 以后尔律地乱 那么应该里面就会 还是想要 在你这边的词词,你得的词词 给你 是不是人员上了 那些人员上了 他们员上这个人员上了 他们员上了 在那里上就跟上上了 我只是在那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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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像上那里 到⋅⋅ 手動不動 肖乱 看 捕 texto 我之前才發生了很多人的建議,我們要去做一些教學。 再他們把教學找到一些教學的教學 。 把作试用来便说 自然而言 他们使得更乱 但是 sym能 Catholic想法就是為何修園若用舌頭對手的音彤 復活動在燈藏陸的音樂中 雖然,在燈藏陸的音樂中 在外面的地上, 在下来, 每天都会去野生的。 在那边, 这边就是在外面的地方。 在外面, 这个地方, 我们会在外面的地方, 我们会在外面的地方。 他们先回报谈计赛, 现在来讲下准备 他在和蘋果企業的情形上 面對黃色的情形上 隱藏在和蘋果企業的東西 如果你看這個的情形 我說 我們在香港有一些國際的情形 可說 我們在搞的情形上 乡之义 们一天 宝贝寨 用到新城乡之义 为何东西 和何东西 用到新城乡之乡 有魂徒和 都是 在新城乡之乡 同时 我们 我们 跟新城乡之乡 生活的都是中学 &景詞 想生成為為國語大学 所以 collect他們的相逢 然後後來一名女 scored 然後他們就做了 他的作命 他的工作 排毒 他那麼 都王呢 他是 亦有认真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那对我公英的 这就开玩笑 都是这个人 在因为我认真是 他会说 他会说 我认真是 我认真是 所以说 我认真是 你 那就是 那好像叫你 那是 那是 你 你 你 叫 你 那 你 但是在这段时间 德国 杜uss 就某西匠 在本身 yang那么并 都在这个菜 Try 德国 它都在 Harry 她跟磋子走平时有沒有那些狗·他們覺得她《成為一個花 》 日本人说自己 只有一言出來 repeated个初見, 我覺得是一個小字 私不玫瑰,但我們知道我們最 Erde的 在他海外都ıyorlar 西 medicina , 有很多国外都在下, 原影片給我的資料 SUSB的最好的原因 我會進了名叫XxX用 說我們之前一起 第一次教授的工作生,需要做好這些電腦。 在某種類商場上有更多的女性。 超市場的人士有所見證的光臨。 他們會在某種類似乎表演。 他們的照片是在某種地點。 你給你以往的一位 你給我啊 你給你 bes掉 你給我一個狗下的 那一個 你讓你 多久 你自己在和你 你這麼多 你這麼多 你 這兩個 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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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的牧場在玉米發生的一刻 曾經經歷過的柰檬 我現在知道當中的柳檬 如果剛才說 我們這個時候 他才例如同一位移民的人 但是,他以為是他捕他 他騷擾了所有文化他們,他所使用的 但是,他會用這種顧電 像 RAM, 他跟著說他的顧電 像白術一样, 像是一個餘子,像是否一樣, 他給自己的顧電 像是樣子, 像是來自ます,この東西那樣, 美人的罗凌子 和其他人的罗凌子 有很多人都在 像是有些人 都要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是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所以在跟人家一起去教会的宗教会 所以在跟人家一起教会的宗教会 在那里 所说的宗教会 在有所用的宗教会的宗教会 在讨论的宗教会的宗教会 在讨论的宗教会的时候 我特意因为有机会势 宇宙船就是在近期上 宇宙船就在未来 soul无论政美济所谓宇宙船 宇宙船就在乍离地下的身份上 和党都要充田中乎有很多 但我说 你在身边的人英文 或党都要充田中习 所以它们都要习惯了 我问你什么事情会 去抓瑕疚 土教士、佛太尖的刑事, 荣蔡和药、茜桐的。 但是,土教士、佛太尖的刑事, 准备。 最低端的刑事, 徒刑事, 黑天仑事。 虚费荷和仁人和仁人和仁人之间, 会识,有所谓的刑事。 因为,这有没有两件事情, 我们经常常常常常也能讨论, 没有, 是谁在那边, 徒刑事 。 在一些方向跟三百分之 都乱用又乱用 例如今 一步都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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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于话 得我 大 实际 逗留 一步都乱用 一步都乱用 有公开 所以 你知不知道 中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